你一言我一句 双方爆发激烈争吵 邻居相处以何为贵 但土城区永宁路之处 却因为这条横跨马路的 四街电线吵了起来 那有没有可能是住家转 营业用锭 血过来给这边使用 那当然有可能电流的负载 就会不足 就有可能会烧电线 住在附近的民众 就怕电线烧起来 引起火灾 指控议员黎明仁的助理 罔顾当地住户安危 撕接电线 跨越每天车流行人很多的马路 看看左边一楼是 议员助理开的重机店 楼上是住家 电线对面则是狱足仓库 但里面已经开始整修放重机 议员助理坦言 为了让仓库有电可用 使铁卷门能打开 才请人来接了这条电线过去 我们就积极申请这家 自己的独立电表 独立的水电 议员助理承诺 如果有违规就会改进 而台电也派员到现场 发现这的确是 司阶住宅用电 到营业场所使用 并非台电配电线路 依照台电营业规章规定 民众不能从 员工电范围外 擅自转供电流 台电人员已立刻动手 协助切离电源 因为这样子的 转供电源的行为 很容易引发电线灼火 如果负载过重的话 还会伤损用户 自己家里的电器 台电表示 这是违规行为 不过没相关法则 只能劝导 但还是呼吁民众 有用电需求的话 务必找合格的 电线承装业 来跟台电申请用电 不要擅自转供电源 以免影响 其他人的公共安全 提问的新闻 新闻想留学 新北怎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